大树底下好乘凉 呸,是大树底下好致富吧 那姐,我的生存最好是好管 根本里生存一天喝酒断 万一一堆还是可输品 有那么寒酸嘛,这次不一样了 真的真的,这世界里啊 建筑都变得超级豪华 连宝箱都下去连城 那姐,今天喝水最久了吧,喝成这样 能不能放个石头还能变金子 金子不会变,但有缘会变啊 你想一想,在生存里 天然的建筑有哪些 天然建筑是沙漠老爷爷的宝柴 咱们现在正处于沙漠地带 瞧,沙漠镇中央就出现了金颤颤的房子 那不是海市圣楼 是真金白银啊 这是沙漠金颤,这颜色 确认过眼神是金子 还有这水池也是金的 老爷爷,我身走散了孙女 可算是见到你老人家了 完了,这还喷上了亲戚 你怎么不说你是十八房表情 也就只有我认真的帮爷爷做点事 好,还要帮忙带死金子的好事 咱们你想啊 至少默契温高 黄金是很好的传导体 在这里啊 老爷爷吃早变成烤爷爷 我帮大家开开窗 散散热 这么说来 我必须帮老爷爷把地板泼墓的 都买下凉吧 你可真行啊 这点金子就把你勾引住了 那这水晶宝箱 水晶宝箱 标题说现在是临朝 你等等我 这又是宝箱 我看看 你可别看了 顺手再把张备穿在自己身上是吧 喝纸呢 我最好是不留名 说说把地板不用摆 不会变成好老爷爷了 是不会 这是他的锤子 不知道会不会往你的脸上砸 赶紧跟我去冰原 沙漠老爷爷都黄金屋 那冰原老太太不得整个最实物啊 瞧这小嘴 说啥来着 全是针石覆盖的雪物啊 冰雪 这玩意儿有什么玩意儿了 也不是 只要是我挖不动啊 慢着好 这是我当年总算的冰原物 没想到又回来了 你这也不装一下了 那满箱的针石金子装备耶 也是我的 你就当是我的了 这下咱们在这世界里 再难得生存也不怕啦 走 欺负羽舌神去 冰雪 我忽然想起来 空洞的一个建筑 说不定还有够好的 哦 你说的对 空洞建筑至今让人叹为光指 如果改变外观了 那有得了 赶紧游上去 空洞的建筑果然是变了 全都是用钛金矿镶嵌而成 怎样 这身子很简单的 这是我 住嘴 赶紧点和箱子看看 这空洞商人 平时没少坑我们 这全副家当啊 必须值得一提 钛金工具这就有了 西伯伯 我突然肚子疼得不轻 莫错 不是在箱子底下 就是并有药 找到了 果然不出所料 银沙神殿才是最适合居住的 腐离堂皇 现在连这树戏坛 都铺满了钢铁 我实在表情 背着我最新见不得人的事 这怎么就见不得人了 我娃娃孔雀是怎么啦 哎 西伯伯你去哪 没有 我有肚子疼 找个地方方面 这样你这摊残了进去 我还有剩吗 大哥 接着走走 好 知道了知道了 他正好做梦 不想起来 我帮他谈一把 糟了 西伯伯想结束仙丹 相信你不会下来了 鱼舌舍是要把他房子送给我 不送给你 怕是要连命都没有了吧 不送 送还不送 当然该在这 可怜的鱼舌舍 在恶鬼盯上 再见难逃呀 以后这空天就我机场了 嘿嘿嘿 嘿嘿嘿